总裁,谢谢 总裁 总裁,你早 总裁,我想请教你 有几点要请教你 最近你对于一些房屋土地 还有一些融资贷款的话 这个抑制成效是不错吧 大概就是说我们可以让避免 这个银行业的受信过度集中 是有一点改善 有点改善 我们做一个比较 8月跟9月份都是有进步 对不对 这个政策,总裁你认为这个政策 就是抑制房间 抑制房屋的成交 抑制工程的兴建 这个成效都不错 对不对 刚委员报告 庄航的目的是在 控制银行的受信的风险 主要的目的是在这样 不希望它受信过度集中 风险过大 就是控控的问题 风险的控管 那总裁,我再请教你 这个政策如果是好的话 你还会再持续? 还是会多久的时间 你有入住条款吗? 实际上这个政策是相当温和的 因为我们这个放管城市的订定是相当合理的 并不很严苛啊 这个办法并不很严苛啊 对,那你认为是说这个政策是好的 现在的房地产什么都已经有停滞 就是如总裁你这个议期嘛 那既然是如议期的话 这个政策是继续走下去 还是有一个时间 有一个多久的时间 那中央阳会密切注意 注意这个 他的改善情况 那 还有没有下一波的作为? 到目前 我 中央阳并没有宣布这样的新的措施 那是认为是不错 成效不错,继续走下去 只是没有时间点啊 是不是总裁? 我们会每一个月每一个月的去检讨 哦这样子 是 那就是不晓得多久是截止点 还不知道 没有落入条款是说 还是 还有下一波的作为? 还是这个政策就是实行? 我目前没有推出新的作为 没有 没有新的作为就是这样子 我们会检讨 那你认为这样抑制房价 这样很好吗? 像我一报告 效果不错 这不是抑制房价 这是风险控管 哦这样子 是 总裁你的风险管理这样子很不错就是 还继续走下去 我们会每个月每个月定期检讨 就是一个一个检讨 是 好那请教你 总裁我再请教你 我们都知道 你今天的报告 你说 占你的 你的 你的贡献度 你央行的贡献度 就是说税收 占我们全台湾 税入税收的十个百分点嘛 对不对 是 你有没有感觉 这个是一个财政的幻觉啊 这十八 上脚 到我们的财 到我们的国库去 你有没有感觉 身为一个总裁 你有没有感觉 这十八 这一千多亿 一千五百亿 是不是一个财政的幻觉 有没有感觉 事实上 各位委员报告呢 中安率应移是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在民国七十六年到七十九年啊 中安率没有应移一块钱都没有脚裤了 我是认为是说 总裁 我是认为啦 我认为 因为你这边有上脚一千五百亿 我还听到 我也要讲上脚到一千八百亿 点点点 我想 我们应该还利移民啊 把这个利益还给人民啊 这个才是正道啦 那总裁 你在操作这个物价 是相当的保守 我们都非常清楚啦 但是 我在这边 身为一个台湾人民 我在这边 我还是希望 总裁你的政策 应该是要积极一点 把这个钱 不是由 很奇怪耶 是由我们央行 来上脚国库 这个是 这个是有点不对的 我希望 我们央行的这些钱是 还利于人民 你都投资一些其他的部位去嘛 是不是这样子 像委员报告 对于企业的 如果说企业有什么问题 你应该要有政策 来帮忙嘛 这个才是正道啊 总裁 对不对 像委员报告 专业的英语角库 角库就是 就是归老百姓共用啊 这是政府的施政用 就是全部用在老百姓的身上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总裁我来请教你 我们都知道 那 我们这五年来 我们的升值是9.9个百分点 9.9% 韩国是贬值17.9 我们政府加起来 77要30 对不对 当然 你听到这个你又不高兴了 我知道你会不高兴 因为 不会不会不会 这个没有那么容易的 我知道你会很不高兴 不会 但是 我们都非常清楚 会力的超 超重啊 并不是说你 说 哦总裁你要讲怎样就怎样 是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定力的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 像委员报告的 委员提的数字 我再说明一下子 这个关键就是在2008年 韩元道股本质了27.5 它背后的原因就是 在2008年韩国外外全体 跟韩元赚本 没办法嘛 没办法 那总裁我再请教 刚刚的议题 我再请教你一下 你认为我们上缴1500亿 你认为 是对我们国家是好 还是坏 我希望 政府的财政收入 不要依赖中央的英语角库 因为中央的英语 是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我刚才报告过 在76年 在79年 中央没有角库一块钱了 好 那总裁你讲的很很对啊 那你往后你就不要 要编1500亿啊 把这个还利于人民啊 这个政策 你应该定定出来 你今年 还是在编了10% 还是上缴1500亿 总裁你有受到上级的 激息吗 没有 只是跟委员报告 因为中央一行 除了资金货币 那总裁你说没有 那你认为上缴1500亿是好 还是坏 你可以说 好还是不好 你说一下 像委员报告 因为中央一行替国家管理资产 管理这些外资产 中央一行的同事非常努力 他几乎是全年无休 一天24小时 倫敦 纽约 台北 在占领 所以中央一同仁他有使命感 他非常努力的在营运这些资产 所以当然他能够赚钱 但是我要鼓励他 赚钱没有什么不好啊 假如在风险的控管之下 能够赚钱 当然是好的事情啊 你是说上缴1500亿是对台湾人民是好的是吧总裁 对啊 假如说我们是资产能够提升它的报酬力 对国家是好的 对人民是好的啊 那总裁 我们一个逻辑来谈一下好不好 如果降低央行的角库啦 政府势必要大幅的加税啦 这个是一个前提啦 如果央行赚钱啊 是一个变相的加税啦 这是隐藏的隐藏的税户啦 对不对总裁 跟委員报告呢 中央人赚的钱是从国外赚来的啊 那你如果说央行赚钱不如这些钱还足于人民 让台湾人民的民间的损失就比较少啦 对不对总裁 跟委员报告 中央英语角库就是繁殖于老百姓啊 就是施政所为啊 全民共享啊 我想最后一句还是一样 还是一个 一个财政的范节齁 民犯要这样的范节 对台湾人民是不好的啦 是不是总裁 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呢 就是说我们的岁日不要依赖中央亚 因为中央亚的英语是有高度不缺的 效率的问题啦 再来总裁我再请教你 我们都知道央行是一个事业单位嘛 对不对 是吧齁 是不是 是 那最近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观感啦 那你这边有一个 央行法第12条的有一个业务规范围啦 那你说依法不及于员工啦 因为央行有领 员工员领13%对不对 是 但是 那你认为现在的社会氛围的观感 你认为感觉要怎么做总裁 跟委员报告 他已经有6度条款 97年1月以后的年资已经不算进去 还有跟委员报告 最近我还有年轻的优秀同仁 因为周安阳不能够领月退 他跑到有月退的机构去啦 喔这样子喔 因为这个是周安阳没有办法领月退啊 不是 既然是事业单位啦 喔事业单位啦 我想工股银行也有领13% 但是工股银行他们是来自于盈利的分配啊 对不对 他们自己赚的分配嘛 那我们这边是央行是事业单位啦 那你认为 总裁你认为这13%合不合理 因为你有职工福利金 还有薪水什么都有 这13%的鞭子 当然我们在99年的9月9号 有订定这个法 我清楚啦 但是现在是说 现在这个社会的氛围观感 你认为好吧 还是总裁你要赶快 央行的总裁要如何来处理 向委员报告 中央阳的员工退休金的利率 是比照国家航级所定的利率来 中央阳从来不敢为人生 中央阳就是规定 根基国家航级的规定来办理 但是总裁你刚讲的 因为你们职工福利金 你们也提拨0.05个百分点 一个员工一个月有7万块的 对你们职工福利的一个保障嘛 我们的职工福利金是照下限提 还打了六折咧 不是啊 我是请教说 总裁13% 对于现在社会的观感 到底是如何 你要不要是说 因为身为央行的总裁 要如何以身作者来处理这个事情 向委员报告呢 一个人的代役 一个代役的 不能用绝对视看 而是要比照他的生产力多少 假如说你代役用绝对视看绝对视看 我们国家绝对找不到好的 我现在并不是说 只是针对央行的挑递 只是说 因为这个是社会的观感 大家都在谈这个事情嘛 我想说 总裁你总是会有一个表态嘛 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委员报告 我个人无所谓 个人无所谓 但是我的通人 我不能影响我通人的生活 也不能影响中央行 不能够网络到优秀的人才 这是国家长途的利益所在 我不能够随便讲话 那就是总裁无所谓 那其他的就是 是要比照这个政策 对不对 是这样的 国家行政办理 总裁就用 就 口头在做报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